长龙海运今年平均40个月的年终 行进员工也有150万 各界羡慕 但就有人PO出薪资账户 领了150万却调出网友回应 指出这个人被记大过 还有人回领这么多不懂的低调 乐极生悲 尤其长龙就像军队一样 很注重这种纪律的 不管是这个年终奖金或薪水 其实绝大部分公司在薪资条部分 都有列这个机密的一个字样 主要考量就是担心同事之间会互相比较 对此长龙海运发出声明强调 针对网路疯传 有长龙员工在网路上公布年终奖金照片 公司既大过一世 并无此事 12月30号公布的陈楚案 和年终奖金并无关系 但网路讨论声浪不断 有一名自称是长龙内部女职员的网友 说今年都领40个月了 就算出勤记录不佳也有36个月 明年也会有40个月 等于这三年拿90个月的年终 我还没听过有公司可以年终拿90个月 当然会觉得很惊讶 这是因为一口气 至少百万年终入带 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 不少人怀疑人生根本入错行 查询人类银行网站 长龙海运一等管轮和船付 月薪最多能领19万 不过毕竟他要离开这个陆地 可能要好几个月 变成说整个工作环境 就是局限在一个船舱里面 尤其像是船务工作 有不少职务都需要证照 就算没证说录取后 也要自费完成训练 有证照才能上工各行各业 都有辛苦的一面 零到高年终的同时 背后付出也不少 记得环境影片与台北报道 视频道 可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